录音 哈囉各位同學��들大家好 我是心音老師 今天呢很開心地 跟各位分享康宣的版本 好 那我們要進行到二年級上學期 Lesson 6 第六課 請同學翻開到第七十一頁 今天我們要講第二段的部分了 我們講到的是這個 Japanese Table Manners 我們要講到第四點到第七點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喔 他說 They don't eat soup 他們不 don't 是否定不的意思 eat 本來是吃對不對 但是因為我後面的單位是soup 是湯 所以沒有人在講池湯 所以我們就把它翻譯成喝湯 所以在日本人他們不喝湯 with spoons 不是不喝湯 是with 不是用湯匙的 spoons 好 把這個s圈起來 所以他們不用湯匙 with 是用 汗的意思 spoon 是湯匙 好 那在這個地方 請你把這個with 切開 下面寫上一個介系詞的介 所以他們喝湯 但是他們不用湯匙 所以是直接拿起來喝的 好 they hold their balls hold 是握住的意思 所以是他們手拿 their 是他們的balls 好 把這個s圈起來 所以就是他們的碗 to their mouths 就是有朝向方向的意味 their 是他們的mouth 好 M-U-T-H 這個th 的翻譯 記得舌頭要吐出來 接著在上齒跟下齒中間的翻譯才會漂亮 那這裡又多了一個s 所以把s圈起來 好 這個是嘴巴 所以他們就是hold their balls to their mouths 就是把碗拿起來喝 直接喝了 好 那第五個 they keep their chopsticks 他們保持著 就是有拿著他們的這個chop sticks 筷子 chop sticks 是筷子 那因為筷子是一雙是兩隻 所以把s圈起來 and the chopsticks rest 好 所以他們把這個筷子放在哪裡 保持 放在 不直接放在桌上 他是放在這個chop sticks 筷子的這個rest 這個架上 所以有筷架的 所以把rest 把s圈起來 not on their balls 所以他們不放在他們的balls 不放在碗上面 好 所以我們把它切開 上面寫上一個戒系詞的戒 一樣加上名詞的單位 所以是their balls 把s圈起來 好 所以再來第六個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再來一個waving chop sticks waving w-a-v-e 好 這個是搖動搖擺的意思 然後chop sticks 把s圈起來 所以再把這個揮動這個筷子 in the air 在空中 在空氣中 好 in 是在一點點之中 在一點點裡面 air 是空氣中 during the meal during 是在一點點期間 一樣你把它中括號 meal 是餐點 所以during the meal 是在這個餐點的期間 上面寫一個時間的時 it's not polite 並不禮貌 所以你不能拿著這個筷子 在空中揮舞 那個是不禮貌的一個行為 所以polite 寫上禮貌的 好 那這裡還有一個 分詞購句的一個重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當句子整個是 vng 開頭的話 整個句子當作一件事情 所以他的動詞 記得要用單數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waving chopsticks in the air during the meal 好 這一件事情 所以我的動詞要用 is 單數 is not polite 不禮貌的 好 最後一個第七點 他說啊 some Japanese people 一些日本人 eat sushi 好 他們在吃這個壽司的時候 without without 是而沒有的意思 using 是使用 他們不使用chopsticks 不使用筷子 they use their fingers 所以他們直接用什麼 fingers 用手指頭 所以lay 是他們的 use 是使用 layer 是他們的這個fingers 所以s圈起來 就是手指頭 好 那這個是這個 第七點的這個manners 他們的一些禮儀 我們來看最後一個結論了 他說啊 these are some special type of manners for Japanese people these 好 這些 它是list的一個複數型的寫法 r 因為我的主詞是複數 所以我畢動詞也要用複數r some special 一些 special 是特別的 l 把他畫的一些 上面寫上一個形容詞字為的一個線索 table manners 有一些很多的餐桌禮儀 for Japanese people 好 for 是針對 所以把這個for 是介系詞 把它切開 然後上面寫上一個介系詞的借 Japanese people 日本人 好 下去哦 don't forget 請你不要忘記了 these table manners 好 這些 table manners 餐桌禮儀 when you take a vacation to Japan 好 當你呢 take a vacation 好重要哦 把它劃線 就是去旅遊 去度假的意思 去哪裡呢 to Japan 好 去日本 所以呢 國家一樣 J 把它大寫 好 那在這個地方 請同學中瓜號會一直到結束的地方 一樣 老師啊 還是再複習一次 連接詞 一個連接詞的時候 然後V1是誰 往左邊看 forget 這個地方寫上V1 忘記了 然後再來呢 V2是誰呢 take a vacation 去度假 採取一個度假的一個行為 所以take 寫上V2 好 那這樣句子就得以平衡了 所以啊 今天呢 是教導我們這個 Japanese table manners 那你有沒有學到很多呢 相信你英文一定會越來越進步的 OK 今天就這樣啦 加油 拜拜 拜拜